先来介绍新闻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Google新闻目前有这么多的语系 有很多的语系 然后我们完全是看不懂的语系 那我就找韩文 因为至少大家知道这个是韩文 这是韩文 然后呢 Google的翻译有一些小工具很方便 像我的小工具就装在这个地方 我的小工具就装在浏览器上面 这里中文 我的火木铃商用就装在这个Google翻译的小工具 那我可以做什么事呢 就是说你不管下面 你不管内容是什么文字 通通不管 反正Google做得到的就是 把这些文字全部变成中文 我就只要按一下就是我的中文 那当然前提就是第一个网路要通 然后会花一些时间 不错嘛 好熟悉的感觉 李主席 反正不是李先生 三星集团 我认识 我们看新闻有看到三星集团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处理的文字 那在Google上面至少我就觉得有一点 应该算是莫名的优越感 那另外一个是你不要忘记就是说我刚才有剪贴过不是吗 所以我可能会把它的原始韩文翻成中文之后我再来剪贴 如果你有这个需要我再来剪贴 然后这是他原来的资料的部分 那就是先把外文的新闻翻成中文的样子 不过我接下来要讲新闻的另外一种功能就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尤其是独报教育 我在台北县的国语之报开始 其实我就觉得每天的新闻发生了很多次 新闻报道的 我们先不管新闻报道的那种意识形态 我们就先管新闻文笔文章内容的描述模式 那其实我觉得在教学上应该不用得到 那Google的新闻就是每天这样子可以搜寻之外呢 它有一个好处是说 假设我们就讲这个X法辩论这件事情 这边大家有看到是159天相关报道 就你不是只依赖四大报或者是几大报 而是说只要在新闻频道网路上公开的 Google都收集起来 而且针对主题做一个统一集结 在我们台湾有些事情真的就是 我知道你是什么事 我就知道你怎么讲话 可是两边的交集永远没有办法 对得很快或者对得很好 我觉得可惜 可是我们小朋友或者老师 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 也有一些自己的词在门聊 那没关系啊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不管它就是全部都把你这样集结起来 那再由你有需要的东西去做证明 这是你主题它就自动集结的一个方便 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 当你有Google账号了 我这边有Google账号 然后呢 我可以自己来编我喜欢的主题 所以我刚才说我要编什么 记得吗 我忘记了 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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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边的日趋 就是我的Google 我自己的Google新闻版面 就有了一个我订阅关键字的排版 所以呢 那可是你放心Google不会这么辛苦 就开始去做事 它永远在等你怎么样 点一下 点一下 没错 那你就想像说是 我平常该去打字搜寻的时候 现在就是每天我只要看新闻 跟日趋有关的新闻 我就来点一下 那我就从这边看到 跟日趋有关的新闻 那另外我也把刚才的日趋 这两个字怎么样 是不是订阅到我的电子邮件去 所以我就可以看 不过我自己的心得是 它送到电子邮件的资讯 其实比较少 没那么多 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常常 追踪某些事情的话 那尤其像前一阵子的新流感 我想很多老师们 我们都很紧张 你当紧张 你可以附近冻的 大概类似这样子去 掌握最新消息 跟及时的处理机制 那这是Google的新闻 你可以自己编排你的版面 所以有一阵子 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卡丁车 然后星光大道 SBL 网件 OK啊 因为他也去学习 怎么去整理资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 那账号的部分 这是Google的新闻 那接下来的翻译 我要讲的比较 花一些时间 我觉得他不错的地方就是 刚刚有看到 他可以翻译的语言 有这么多 不错 这次是不是都用中文写 冰倒文 也许啊 全球短话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知道 那个国家的某些政策 可是你大概都不能等到 杂志或者是媒体有去报导 可以直接去追他的新闻频道 那你就在Google 新闻 找到那个名片 就去把它翻译成中文 至少全球短话这几个字 我们不容易辨识错误 那相关的政府措施等等 然后像 包括像我们的总统 现在在另外的国家 那我们也可以去追踪 那个国家的新闻 有没有报导 台湾的邦交国总统 去那边的新闻 我们也可以在台湾 就可以掌握得到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想想看是可以怎么用 会比较值得 那你也可以上传一份 完全是 因为我现在找得到别的语言的网站 我也难免下载了两些档案 你可以上传PDF Word 然后就请他直接帮你翻成中文 Google 可以做到 那他现在有这个工具是这样子 就是你上传一份原文放左边 他翻译的中文放右边 然后你可以在右边掌字 就是有点像编辑翻译文这样的样子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方式 这是大概翻译比较苦功夫的地方 可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翻译功能 它叫做翻译后的搜寻结果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意思 我们来打这个字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字 字笔证 因为字笔证是一个稍微满 但是大家可能会偶尔听到的英文单字 它叫做问题证 Google 这个翻译后的搜寻结果的功能就是 我把我要打的关键字 用中文打进去 去选择我要选哪一国的 哪一种语言 这样可以吗 你要选哪一种语言 譬如说我写英文 因为英文我们最少还可以接受 然后呢它先把字笔证翻成英文的这个Otizen 然后呢 它拿Otizen去搜寻右边 就是在Google的Panty Running的原则下 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思考是说 凭什么我去搜寻的时候 那个家伙排在第一条 各位知道吗 就为什么我去搜寻一个关键字 这一条要排在最上面 那我想大家也看到今天的报纸 为什么Google要撤开 撤离中国 因为他们Google的规则 当时就很坚持一个Panty Ranking的概念 就是说 越多人点那条新闻的 那个关键字的那一条 就会放在那上面 它是用广大的全球网民的力量去排出来 他们坚持不用广告来排名 虽然Google赚钱是靠卖广告 不过他们的广告都放在边边角角 除非你愿意去点 可是Google的牌 就是搜寻的牌讯 他们是希望不要受到 就是太多外力 甚至包括政府的控制 他们就决定都用最多人搜寻的 还在这上面 所以如果说 我以这个逻辑来相信 我想去找一个资料 而且是国外的 我更没有时间去好好整理它的 去决定它的重要性的话 那我就选择相信Google 那它的右边就是排下 所以如果你翻译 ODIT 我们去翻译外文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常常最多 被看最多次的 其实都是维基版的 这很合理 很多人就相信维基版的 网友的一样 不过我要给大家看到的这边 你们都很清楚有看到的是这个 全国自逼政协位 这些是算是翻得很通顺 不过我要说的是 它是英国的网站 那下一个这个是 就是维基版科 不过维基版科是英文版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点这个网站下去 这是英国的自逼政家长协会的组织 所以你会看到的想像中 要老师们期待的是什么 就是 反正就是英文的网站 那它应该出现什么字啊 它出现中文 就是那个网站里面 只要是字的地方 它都是直接接着翻成中文 因为你刚才不是 就是一直翻译到中文去 我好像就对了 我们改看好不好 因为我们跟美国好像比较棒 这是真的啊 我是说那个 我们海底南线的关系